你小叔 你恨他吗 恨 怎么能不恨 孙总 这位就是十五年前 那个人工湖的管理员孙叔叔 叔叔 你好你好 叔叔来 你们快坐 你们俩好好好 好 我想起来了 你们就是前几天过来的 那对情侣吧 我们不是 叔叔 记性可真好 请坐 好好好 今天我们请您来 其实是想问一下 您是否还记得十五年前 湖边小船发生了溺水事件 你说的那件事情啊 有印象 有印象 时间过去这么久了 您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吗 我呀 在那个公园工作了一辈子 当时的经过 您能详细地说一下吗 当时啊 那大一点的男孩 就一直怂恿另外两个小的 让他们一起上船 谁知道 我离开了之后 他们又回来了 还是上了船 看来当年的事 和我们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你小叔 你恨他吗 恨 怎么能不恨 我不仅恨他造成了当年那场疑问 我还恨他欺凭 还把所有的事情 全都推到你身上 可是这么多的 他对我这么好 他可以愿意为了我 放弃所有他想要的东西 宋元旭 我说了多少遍了 你刚接手集团 不要轻易得罪人 得不到股东之识 像我被你搞得一团糟 你告诉我 现在该怎么办 哥 您瞎瞎起 董事会那帮人 也都不是省油的灯吗 连续 快跟你八道和线 董事会那帮人就是找借口 又不想吃亏 又不想担风险 出了事就想找个替罪羊 商场如战场 连这点觉悟都没有 你怎么当总裁 哥 我能解决 你 董事会 无非就想要个答案 我呢 就算被降职 或者解聘都没关系 只要延续能保住就好 我只要一想到 他天天面对我 我心里要承受的那些痛苦 我就怎么都恨不起来了 你已经原谅他 对吗 他对你那么好 一直陪你 照顾你 照顾你 你们这么深的感情 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如果阿姨还活着 他也不希望 你们因为他 还有隔阂 所以宋晨一直阻止我们 是不想让我们知道真相 我了解他 他就是害怕失去我们 怕我们恨他 离开他 离开他 我明天就跟他说清楚 我感到我们知道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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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